今天我们想分享一个视频 是这个赵平老师的视频 在看这个视频之前呢 我给大家提几个问题 就是我们跳维也纳法尔兹的时候呢 我们是腿先转呢 那我们都知道有natural turn 有reverse turn 对吧 那我们在natural turn的时候 男生是在重拍的时候 往前 女生呢在轻拍的时候 往前 这些大家都理解 就是one two three 那个one 比较重的那个one 那是one 稍微轻一点的那个是four 就是one two three 那么在重拍的时候 我们是男生 做natural turn的世界 那么做reverse turn的时候 男生往前是重拍 重的那个one 还是轻的那个one 我想你们一遍了答案了 是轻的那个one 女生在做reverse turn的时候 是重的那个one 这个本来是应该问你们的 好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老师给我讲的 OK 那么我也问其他几个问题 然后这个跟赵平老师的视频有关 就是说我们在转动的时候 是腿先转呢 还是身体先转 是身体带动腿呢 还是腿带动身体 我们在做natural turn 也包括reverse turn 对吧 这个问题呢 由赵平老师给大家介绍 答案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我们的第一重心 第一重心 肚脐眼这个位置 和第二重心 在转动的时候是怎么运动的 那么精彩的内容呢 由赵平老师给大家分享 下面我们就看赵平老师的视频 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问题是 维也纳的转度 不是靠你身体转出来的 而是靠我们的支撑腿 改变我们动力腿的方向 都是由于支撑腿转的 不是动力腿转的 也不是身体转的 好 请看 我们现在在我的左前方是斜中央 在我的前面的位置是五成线 由于我们起始步的位置 是对着斜中央的脚位 可是身体由于欲前先后 欲右先左 我们会在身体准备的时候往后拉 把你的中心线超越 就是你自己的第二中心的位置 这是第一中心 第二中心的位置会拉向后方 好 通过我们扭动和移动 你看我们在大腿向前移动的时候 我们已经产生了同步的扭动 所以我身体什么都没做 看到的已经有改变了 这个改变不是我身体去转 也不是我要反身去转 身体不能动 所以我们身体是没有反身 我们只有脚的驱动 移动 扭动 然后推动 到位以后 这只脚在五成线上 它是支撑腿 我如果这样去做 那么我支撑腿什么都没做 只是一个向前 这是不行的 这是不可以的 当我到达右脚的支撑腿 我要做什么呢 我右脚的支撑腿到了 我这个方向器 丹田是方向器 所以我要把这个方向 放到右脚上去 而不可以在这里 因为这是方向 五成是方向 同时呢 我们的这条右腿 会在持续经过滚动你的体重的时候 会产生继续的 你看继续的转和推 我们由于腿部的继续转和推 你看我的左边身体 就会超越上去 同时由于头部的一直超越 所以我的脚的脚踝会提前启动 摆动 然后这个摆动的时候 我的两个臀大肌 会在摆动当中 托起我的胯 托起来我的胯 而不是这样 这样去跳没有维也纳 腾起来身体的感觉 虽然我们脚没有伸 但是我们的身体 一样要拎住 所以第一个中心和第二个 中心会拎起来 然后现在我的重心 要让我的身体全部到达左脚 到达左脚 这就是支撑腿 所以支撑腿又去转步 完成我们最后的45度 转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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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布